安等生活频道 活出美好生活 小兵牧师分享 哈喽 弟兄姐妹 平安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的第三篇 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怎么样维持这一段关系 这个很重要 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 好不好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除了你的亲人之外 你的亲人是通常来说是 拜托不了的关系 对不对 除了你的亲人之外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你的朋友跟你的交往 超过十年的 也就是说我跟他认识 做好朋友已经超过十年 有几个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很多人手指头算来算去 可能几乎就没有了 或者很少很少 你想知道你做人到底做得成功不成功 希望你不要感到定罪 这个是牧师调侃一下 其中一个就是说 能够跟你长时间交往 做朋友的人有多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死于颜值 第一眼是看外在 慢慢的欣赏才华 再慢慢的就是人品 当然啊 神的话语总是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恩典生活系列 那牧师今天要 要讲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玩得很好 无心 就说知心朋友 无话不谈 对不对 聊得很好 打得火热 很棒 今天一起玩 明天一起吃饭 后天一起聊天 去哪里 可是呢 过一阵子呢 就闹翻了 就掰掉了 那当然有很多因素了 有很多很多因素 我今天呢 讲的信息 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啊 这么多年的经历啊 所见所闻 所经历 所看到 也是自己一直啊 在学习的一个功课 其实破坏人际关系 最大的因素 当然有很多因素了 破坏人际关系 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话语上 就是在讲话上 就是在讲话上 这个是对人际关系 对于一个圈子的 你所在的那个圈子的 关系的维护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讲话 我看到很多人 我也相信他心地是善良的 动机都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 处着处着就处不了 因为讲话 讲话没有智慧 讲话乱说 激活它是无意的 激活它是无心的 可是很多时候 别人不是这么想的 一句话几句话 就很容易把感情破坏掉 把很长时间经营 积累起来的关系 就把它给破坏了 关于人际关系的 无论是在办公室的 那个圈子 还是在单位的 那个圈子 甚至是在教会服事的 那个圈子 小组的那个圈子 都是这个原则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几处经文 让你知道一下 第一处经文 路加福音十二章 二到第三节 我来读这个经文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上帝所设下的 一个法则 来看二到第三节 掩盖的是 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隐藏的是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内室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屋上被人宣扬 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了 世界上也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 圣经的话讲得更加清楚 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你在内室里面 父儿亲身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学习一个原则 就是 你讲出去的话 就是做好被人传扬的 如果不能够被人传扬的话 永远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去 不要有所谓的知心朋友 或者你认为他很信任 或者他向你打包票 他不会像第二个人讲 没有的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 隐藏的事总是要显明的 尤其是这个话语这个方面 真的 很多人都是说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 他跟每一个人都说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自己把这个事情告诉所有人 这个我就见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记得 请听好 说出来的话 就一定会被传出去的 那如果你不希望被传出去的 那你就不要说 永远记得 好不好 这也是神的话语 在教导我 行事为人的智慧 如果我要说出去 我就做好准备 你到哪里传也没关系 因为我也没有说什么不好 我说的都是 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也不需要狡辩 哪怕你来问我 我也是这么讲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段经文在哪里呢 第二段经文在 马带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 他告诉你一个 人际关系相处的智慧 他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出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其实这段经文 可以运用在教会 处理这个同工关系的 这个原则上 但是也可以运用在职场生活 他说什么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这里可以指的是说 倘若 你想要说什么 或者你想要做一些纠正 你想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出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其实他有 圣经有给我们智慧 一 如果你要纠正这个人 或者要指出他的问题 你记得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出的时候 不要有更多的人在 为什么 给人面子 给人台阶 这也是智慧 你不要在办公室里 所有人都已经说了一遍 然后你再去跟他说 他已经没有台阶下了 这种关系很多时候就很难挽回 然后他说什么 指出他的错来 不是说你不可以讲别人的错误 但记得 确保你跟他在一出的情况下 给足别人面子 而不是在众人面前 所以我觉得说话的原则很重要 弟兄姐妹 可不可以指出别人的错误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纠正别人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说一些他的问题 当然可以 但记得 经过祷告 让圣灵带领你 你真心是要帮助这个人的 记得 找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跟他分享 让他感受到 你是关心他的 你是在乎他的 你是他能够信任的 你是真心爱他 要帮助他的 然后呢 两个人之间 可以指出他的问题 也可以帮助他成长 这是最好的方式 不是在一大群人面前 说这个人不好 在这个人面前 说另外一个人不好 这样做 对于这个人的成长 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破坏整个人际关系 我跟我的同工 也是这么教导的 我说 如果你看到牧师 有一些缺陷和问题 请你找合适的时间 跟牧师单独来聊 而不是背后议论和论断 我说 同工之间也是一样 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 而不是去打报告 而是首先为他祷告 不是去外面宣扬 不是要去揭发什么东西 一定要经过祷告 来帮助他 然后呢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能够跟他分享 你不要怕得罪什么人 你做的是在乎上帝喜悦你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处经文 同样也是跟话语有关的 破坏人际关系 其实圣经怎么讲 真言二十章十九节 往来传蛇 泄露密室 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交 这些经文 我们彼此勉励 在恩典之下 不要往来传蛇 办公室里面 当委里面 老板最不喜欢的 就是往来传蛇 搬弄是非 如果你真的看到问题 当面跟他聊 如果你不能够当面跟他聊 你也不要去讲 圣经说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交 你总是喜欢论断 平头论主 说这个说那个 跟这个说跟那个说 所以才会导致 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 很不好 在职场 同事关系搞得很强 连在教会 跟弟兄姐妹 小组 主缘之间都合不来 这个真的 主给我们恩典 主给我们智慧 没有恩典 没有智慧 我们也是活不出来的 我们一切都是 靠着他的恩典 好不好 希望你能够认识到 这个教导的重要 然后我们一起来 向主来祷告 好吧 这三篇信息听下来 尤其是今天这一篇 我们每个人 一起来祷告 牧师也要为你来祷告 牧师大当自己 也需要向神祷告 来领受恩典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祝福每一个 听见这个信息的人 主人际关系的 那个智慧 对我们每个人 真的非常重要 主啊 使我们得着 这个相处的智慧 使我们在职场 在办公室 在任何一个地方 主保守我们的心 也保守我们的口 主啊 除去我们论断的话语 如果我们真的有看见 真的希望这个人好 希望要帮助这个人 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能够给这个人提供一些帮助和祝福 主啊 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搬弄是非的人 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往来传舌的人 无论在教会 无论在办公室 无论在职场 无论在家族当中 主给我们这个恩典 唯有你来保守我们 主耶稣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有一个兴旺的人际关系 主啊 祝福每一个人 都在人际关系当中 感到喜乐 感到满足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能够 上帝喜悦我们 人也喜悦我们 让我们成为基督 荣耀的见证 感谢赞美主 祝福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